在汐止乡长路一段的公车站 当初因为公车总站搬迁 所以当时将站牌往大同路的方向迁移 只是现在又因为族约问题搬回原来的地方 附近社区就希望站牌也能跟着动 所以在9号上午 一元料车辆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希望将站牌迁到货柜专用道桥下 让民众等公车更方便 花式的公车总站原本是搬到靠近大同路口 不过最近又搬回了靠近无独火车站 现在一般般的公车都会经过东方山河这一带的社区 不过因为站牌没有跟着签回来 现在居民都得走远路搭公车 只说不方便 所有的车子都从这个靠近无独火车站这边发车 那我们这附近五个社区的住户就在反映 这个搭车实在就不方便 那施方说能够把站牌是不是可以考虑重新再移回来 距离他们社区这边比较近的地方 让这些长者或者是上下课的乘客能够比较方便 公车的发车站必须要回到原本的总站 那当初其实因为向长路这里是有设公车站的 就在这个东方山河前面 但是因为公车站移过去了之后 就变成说公车不会经过了 所以当初的公车站就顺势迁移靠往大同路口迁移 那现在他们的公车站又要迁移回无独火车站对面 就会变成说如果说现在的住户还是要走到靠近大同路口去搭车的话 其实是不方便的 在接获程庆后9号上午议员廖正良服务处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希望能够将向长路一段的公车站牌迁回到货柜专用道桥下 那所以我们今天拜托廖议员这边帮忙 邀请的交通局也邀请的这些社区的一些住户 大家一同来这边办一个会刊 那会刊可能目前的话 大概交通局这边是有打货大概两周内 他会把这整个的结果 会含文给服务处跟礼办公处这边 那而且那里虽然坐候车停 但是人多的时候下雨天还是不方便 所以既然我们公车站要迁回无独火车站的话 那我们就重新找一个比较适合民众搭乘公车的地点 这个交通局他们说要回去再演绎一下 看车站哪边比较会没有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上车的地方已经决定好 就是确定在这个货柜专用道桥下 那那个下车的地方他们可能会再演绎 现场看的站牌设置地点 出大同路的这一侧没有问题 至于回总站也就是民众回家下车的地方 得要再评估找到适合地方 请以站牌方便民众上下车 绝尘惠林细子采访报道